洪水橋這裏七折賣樓 現樓還要打折賣 究竟雷冰飲什麼景觀 我們今天會看四個單位 又便宜到貴 第一間是開放式202呎 有個懸瓜米 這邊放一個懈蓋 然後轉進去就是浴室 都很綺麗 用浸浴的 再轉進來就是一個一字型的廚房 挺綺麗的 由一線大廈 看出去這邊就看回街 有個單車景 這個位置都不算特別好 看回村屋那邊 這邊就是公屋 前面就是公園來的 所以都幾闊 一字型的廚房 桌面不算多 但叫做實用為主 都是最便宜的一個單位 所有東西都做齊鎖給你 所有家電又內嵌式的 整間屋是開放式 一眼看完 但是 價錢真的便宜的 300萬都不用 那就是100元的任法水 你那個正值 再看間292呎的一房 入門有個懸關位 廚房的一部分就放在這裡 有個桌面可以放一些東西 還有一些收納的空間 這裡還有一個儲物櫃 鞋櫃可以弄紮一點 這裡就是浴室 都很企力 這裡打開 儲物量都夠多 浴室的空間挺大的 轉進來就是一個很方正的大廳 看出去就看自己的來源 看一些草坪 這邊 廚房就一字形 分兩卷 桌面就不算特別多 但是都夠美容的 OK 然後這邊就是主人房 有個落地玻璃窗 看出去 都是樂園景 然後那邊可以做個衣櫃 整體這間一房其實挺正的 而且樓底也夠高 然後窗也夠大 按下的採光都不錯 另外一間一房就二百八尺 入門有個玄關 這裡就是雪櫃 這邊就是浴室 都很企力 然後轉進來就是一個廚房 然後一個客廳 都很方正 一線大窗 看過去就是一個花園 然後那邊就是停車窗 然後看一些房間 OK的 廚房就一字形 桌面OK 夠用的 收納量都夠 這邊有些層櫃 這裡就有間房 看的景觀 轉過來 主要說這邊可以做個衣櫃 都夠整齊 整間屋就一房間間 這裡就看自己的內園 比看馬路那邊更漂亮 總體來說我覺得家裡實用率挺高 最後一間就443呎 兩房年花園 進來就有一個大花園 花園也夠長 轉進來就有一個客飯廳 樓底都挺高 這邊就是睡房 睡房就有一個玻璃窗 看出去都是花園來的 浴室 還有一個浸浴區 這邊就是主要房 也是有一個花園 那邊可以做衣櫃 主人房就相對來說都挺大 而且樓底有一個家庭 廚房就有一個U型的間隔 還有桌面算多 還有有兩線大櫃 這裡就開發天櫃米 廚房都挺好用 這裡就有些收納物 然後這裡就有一個雪櫃 然後還有些洗衣機那些都放在 桌面很多 而且它是新生款 還是用新熟小聯課 洗東西、做東西都很方便 那些儲物量都夠多 寻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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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